如果离世界末日还有一天 一个星期 一个月 你会干啥 你会怎么办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雄 人家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 关于十二岁的友谊 那一个年纪结下的朋友 基本上都是一生的朋友 我就有这样一群朋友 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 我们真的是大相径庭 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人生境遇 与生存环境 让我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 但是我们依然是彼此生命中 最重要的伙伴 每到生命中发生一些重大的变故 我们都会彼此照样 例如照顾彼此的父母 帮助打理各种棘手难办的事情 我们都会拥有这样的友谊 而倍感幸运 那一年我们十二岁 也是我们第一次严肃地探讨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为那一年 我们得到了一个时刻惊天的消息 那就是1999年 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 那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法国的诺查大马斯 因为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在中国的整个的社会风气 不仅是知识与学术的兼容并序 各种关于人生的思辨 与生命意义的探讨甚嚣尘上 这其中也不乏有各种关于宇宙 生命 人生的探索 对未来与未知事物的预言 其中最流行的就是诺查大马斯的预言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充满了幻想 甚至恐惧 我们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 如果离世界末日还有一天 一个星期 一个月 你会干什么 你会怎么办 你的人生该怎么走 那个句号已经画在那里 这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你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所谓三观的确立的过程 1999年世界末日 对于当时的我们这群孩子来说 好像还是很遥远 那时候我们想 1999年我们就二十出头 人生还有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干 现在觉得 那个时候简直太年轻 是弱观之年 可是在当时我们还是觉得一种 二十多岁已经活得很足够了 已经很老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几乎每一年 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人 在某种机缘的巧合下 我想我们都会探讨一些 关于世界末日的这个热门话题 当然有的人相信 有的人不相信 关于未来 关于末日 我们将做何准备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里面就见仁见智了 我们不妨做一下描述吧 基本上分为几个层面的思维 我们从最初级的说起吧 例如 我想吃一顿最好吃的大餐 完成自己最想达到的欲望 去哪里看看向往已久的风景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度过最后的一段浪漫的时光 灭亡的恐惧感 让我们开始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一生该怎样度过 我们活着为了什么 更有甚者 有人说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那我今天就去抢商店 抢银行 做那种不道德的事情 其实如果人真的那么做了 何必等到明天呢 今天就已经是世界末日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世界末日 似乎有人的道德息息相关 如果人的道德沦丧 无论有没有天灾 有没有天边飞来的一颗星星撞地球 人或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末日 关于世界末日有一种传说 就是大万一淘汰掉大部分的人类 当人类无计可施的时候 人们就会想到神 那时候我就在想 神慈悲于人 神拯救世人 为什么却发明战争和疾病来毁灭人呢 其实战争和瘟疫 这些也是人为的 当然人为的背后 也有一定的各种神和魔的未知的力量 利用这些不道德的人的行为 做不道德的事情 无论其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也是人的一种原罪 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人的因果吧 那么这个话题展开来讲 世界末日何时来 怎么来 取决于人类的道德 如果真的有一颗天外之星 从撞向地球 如果人类的道德还在 人类还将存在 人类面对死亡时的坚守着人的道德底线 维护着人类的尊严 那么我想即便是世界末日也不可怕 人类的文明还在等延续和传承 相反 毁灭的就不是具备人类道德标准的人生生物 两个月以前 当我看到美国的大选一幕幕的丑剧 当我看到拜登曲线 看到下流媒体如此无耻的表演 像极了1999年的中国 我突然开始反思我自己 我觉得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古人讲 一日三心五身 自己有什么做错了 不符合道德的要求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星球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所见 所闻 所感 都是自己的行为有关 我真的不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情 这样的丑剧 发生在我们今天的时代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1999年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 那一天的世界末日 对于很多人来讲 好像并没有什么可怕 我们几个小伙伴们 所担心的世界末日 并没有那么发生 但是我们却并没有举备庆祝 因为那时候 我们面临的各自的境遇 一个当警察的小伙伴 当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说明天不要去上街了 全国统一行动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一名记者 出于使命感也好 出于正义感也好 出于个人的信仰也好 我还是走上了街头 和被迫害谎言无名化的 法轮功学员们在一起 即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我想我还是要做出我当下选择的正确的事情 7月23日那天晚上 我被公安局抓入头头的看守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注意了那天晚上的月亮 我看到了 我在我牢狱窗口的那一刻看到了 我相信世界末日一定会来 或迟或早 就在附近 有太多的人都将为这个恶性的循环所付出代价 这是种不变的因果 而我还有太多的亲朋好友都在其中 我特别迫不及待想要去告诉他们 去拯救他们 去告诉他们我们道德标准在堕落 这就是我那一天立下的誓言 1月6号 21年的1月6号 支持川普的队伍将出现在华盛顿的街头 是的 这是一次疫情汹涌而来 世界末日的危险近在眼前 我们今天的人类 同样地面临着 这样一个关于道德标准的思考 我不喜欢政治 我支持川普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的个人 而是出于他对于一种人类良知的守护 对这种假象 对这种谎言的拒绝 出于一种对他消灭的中共的一种期待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 不要让道德在我们这一代陨落 至少不要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滑落 也许这正是明明中 神给你出的一道考题 迈过了这个门槛的人有几个呢 关于2020年的疫情与觉醒 像极了各种 关于世界末日大审判的预言 所以我想画一幅这样的画 以这个为主题 来描绘我们大家这个时代 这个画疫情这个主题可太大了 这个不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可以画完的 要不我还是先画一头牛算了 听你说关于这个末日审判的话题 我突然有个灵感 要不我们写一首歌好不好 可以啊 我觉得唱的总归会比说的好听 你这歌曲叫什么名字 要不要歌曲的名字叫做最后 我说哥们 我这画还没画呢 你怎么就到最后了 你怎么瞎 我说谈订倒 我哪儿 我们都会继续 你真心 我